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扬州边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基督教的叔父,暴君的老师,赛尼卡 公元前27年,乌道维接受了元老院兽女的奥古斯都的称号 至今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古罗马进入了帝国时代 西塞罗极力支持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共和制被取代 而距离他去世才不到40年 当时的西班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神 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城 有一个骑士出身的事务官 他同时也是一位演说家,一位修辞学家 他有三个儿子 老大概里奥后来官至行神总督 是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提到过的人物 老三梅拉生气内向 自己并没有什么肯拿出手的事迹 但是他培养出了一个叫卢卡的儿子 是罗马史上著名的大诗人 后来因为反对暴君尼禄参与谋反 被尼禄杀害 史书记载卢卡临死时还在大声地诵读自己的诗句 从容就意 他的行为也牵连了他的叔叔 一起被凝固刺死 这个被侄子连累的叔叔 就是事务官的二儿子 赛涅卡 一位在中文世界很少人听说 但在西方世界大名鼎鼎的哲学家 他出生于大约公元前四年 和耶稣几乎同期出生 自幼体弱多病 被严重的哮喘病 折磨得一度想要自杀 因为害怕父亲遭受白犯人送黑犯人的痛苦 才断了自杀的念头 赛涅卡后来有大量的言论 被基督教的新约圣经引用 因此被恩格斯称之为基督教的叔父 西方文史资料中 有一批赛涅卡和耶稣门徒圣保罗的通信员件 只是这笔信件的真实性 被包括罗素在内的一些西方名人质疑 赛涅卡从小这位父亲送到罗马城 接受一流的教育 后来又游学埃及 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学习行政管理和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后来使得他成为了罗马城中的巨富 在哲学领域他早年信奉的是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和东方的宗教崇拜 后来又转向了斯多格主义 继承了支洛西萨罗等先辈自然哲学一波 成为斯多格学派的一哥 在斯多格主义和基督教义的融合上 赛涅卡可谓居功至美 35岁时学成归来的赛涅卡回到罗马 在政界很快斩入头角 平步青云 先后担任帝国的会计官和元老院中的元老 在41岁时就已经成为了元老院中的一位主要发言人 不过此后赛涅卡的政治生涯开始波涛汹涌 凶险从生 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最终在69岁还是沉默在了罗马的政治漩涡当中 首先在赛涅卡成为元老院的主要发言人不久 新上任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 因为嫉妒赛涅卡在演讲上的能力和名望 就像顺便找个理由把他干掉 幸运的是 正好这一时期的赛涅卡换上了肺结核 跑到埃及的姨妈家养病 因此夺过一劫 四年后 卡利古拉自己挂掉了 新即位的皇帝对赛涅卡倒是没什么意见 可是不知怎么赛涅卡又得罪了皇后梅萨琳娜 新皇帝被枕边风吹的判了赛涅卡死刑 后来也许是出于爱惜赛涅卡的才华 又改判为流放 把他发辟到了地中海一个风景遗人的小岛 科西加岛 1700年后 劳破仑就是在这个岛出生 被流放八年之后 皇后得罪了皇帝梅萨琳娜被处死 新皇后全力说服皇帝召回赛涅卡 并且请他给自己的儿子担任老师 于是皇帝又被枕边风给吹的 请回了过了八年逍遥日子的赛涅卡 让他重回宫廷 发光发热 继续归大罗马帝国的建设 添砖加瓦 和他的前辈亚里士多德一样 赛涅卡也成为了一代帝师 差别是亚里士多德教书的学生 亚历山大雄才伟劣 攻标史册 而被命运百步 被迫营业的赛涅卡 领进教室的这个学生 虽然也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皇帝 但他的名声却臭得很 这个叫尼路的学生 后来以残忍放荡著称 他穷舍吉欲 弑母杀妻 狂妄冷酷至极 是中西方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比中国的夏节 商咒 隋扬帝等暴君 有过之而无几 不过俗话说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无论是亚历山大利的功 还是尼路造的孽 都不应该把账 算到老师的教育头上 给尼路当了五年老师的赛涅卡 在尼路继位后 又给他当了八年的顾问 眼看着这个无法无辩的学生 越来越不干人事 也越来越不听老师的规劝 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新规意义的赛涅卡 在公元62年 脱影山林 住在自己的豪华大别墅里 闭门谢客 潜心协作 三年后 他血起方刚的大侄子 著名的罗马诗人卢卡 参与了自杀暴君尼路的活动 他也被怀疑有份参与 过年旧情的尼路 黄恩浩荡 赐他昔日的恩师 以自杀的方式去死 正此为怕死无作哲学家 赛涅卡同其他所有大哲学家一样 坦然地面对死亡的来临 他的妻子并没有受到牵连 但要求陪他一起自杀 赛涅卡同意了 被称为罗马斯马迁的历史学家 塔西陀在他的名著编年史中记载 赛涅卡和他的妻子 亲自切断了自己的几条静脉 在血液流失的过程中 赛涅卡还向朋友们发表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 之后他便急于负命的士兵们抬到浴缸里 让蒸腾的热气窒息而死 作为斯多噶派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赛涅卡的言论 不仅大量被基督教的教义借用 千百年来也同样被民间广泛引用 就如同中国人在讲道理时 喜欢引用孔子的话说紫约一样 西方人士无论名人还是普通百姓 喜欢说赛涅卡说 赛涅卡一生著作颇风 现存下来的就有124篇随笔散文 12篇哲学论文以及9部悲剧文学作品 他提倡一种顺应自然 服从命运的生活方式 强调刻板物质对于人生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只有人的理性才是真正的善 对人生所经历的磨赖 应该持乐观的态度 在罗马皇帝独裁时期 宫廷贵族的生活一方面奢侈弥烂 一方面又充满了阴谋血腥和暴力 民间处在一种高压暴政之下 也失去了活力 甚至失去了希望 以赛尼卡为代表的斯多格主义的这种忍受苦难 追寻内心宁静的思想 确实给当时处于绝望疲惫状态的罗马人民 带来了一丝福音 犹如一针计量构足的安慰剂被注入了社会 这也是那时期刚刚蒙芽的基督教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在埃及学货金融之时的赛尼卡 很早就掌握了以前生前的秘诀 他用自己的现金在英格兰放高利贷 而聚联了巨额财富 成为当年罗马富豪榜上想当当的人物 即使梦到今天 也是妥妥的巨富一名 公开比弃财富 提倡简朴生活的他 过得却是一种富得流油的生活 他拥有豪华别墅 喜欢购买零贵的家具 讲究饮食 追求生活品质 这和他的前辈同样是 作用巨额财富却视而不见 践行简单生活方式的知诺一笔 他的言行不疑就难免被人诟病 其实我倒认为这种道德绑架大可不必 他的财富来源只要是合法的 把财富是像知诺一样 丢一边不理不睬 还是做慈善捐调 或者是像赛念坎一样改善生活 都是个人的选择自由 都应该被尊重 这和他推崇简朴生活的思想和言论 并没有质的冲突 就像一个到处说 喝酒不利健康 到处劝人戒酒 却自己喝了一辈子酒的人一样 我们可以不听他的坚持喝酒 却没有理由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去指责他 在《论生活方式》一文中 塞内卡也曾有意无意地辩解到 到我们家来的人赞颂的应该是我们的为人 而不应该是我们家中的摆设 能够视淘气为淫气的人是伟大的 视淫气为淘气的人也并不稍少一点伟大 把财富当作难以忍受的负担 这是心理不正常的表现 或许塞内卡的这段话才是苏格格主义生活 态度的正解了 我们不仅要坦然地面对和接受生活给予的苦难 同时也要坦然地接受生活赐予的馈赠 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顺应自然 接受命运的安排 自从土耳其一票否决了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 快速加入欧盟后 欧盟近日废除了一票否决权 一个不一样的欧盟诞生了 看到这一信息略感欣慰的小阳老师 穿越到公元49年的科西家岛 此时的塞内卡已收到罗马皇帝的召唤 正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这座 隐居了八年的美丽小岛回到罗马 去给未来著名的暴君一路当老师 在一大堆行李面前 小阳老师问道 富有的塞内卡先生 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塞内卡放下手桌书本回答道 孩子别去纠结世界的好隐患 接受它 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如果你愿意 命运会拖着你走 如果你不愿意 命运会拖着你走 哲学是无聊的 哲学家的灵魂却是有趣的 杨周边将为您带来更多哲学家的故事 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从不对命运说no的智者 马克奥内留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 再见 再见 好